大家好我是PonPon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現在我先鋒服的進度 那麼先鋒服的求食之界這邊 我每個小時的那個聖物點數的收益是7984 就接近8000了嘛 然後我們這一部那個 最主要的是要來測試一下 就是說像我們這個殘酷城鎮 然後我們這邊的王關的話 他是斯克雷格 那如果把他放棄掉的話 就是這邊已經通關的地方 把他放棄掉的話 王會不會重生 那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這邊已經把他放棄掉了之後 就是 他變成 正常的小關嗎 我看一下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 這邊應該還沒打通吧 看一下齁 這邊還沒有打通的話 他這邊攻擊的 他這邊如果你要查看的話 是要很多隊的 這邊有沒有看到好幾隊 1 2 3 4 5 6 6隊加這個大Boss 但是我們自己這個區域的話 我們這邊自己這個區域的話 他目前的話就只剩下2個小隊 要打而已耶 所以好像還好 我們再把他 我們再把他 一時一時的打掉吧 因為仔細看一下齁 他這邊的話 他是一樣是等級5 那等級5的話 大家可以想到的 通常就是小陣2 所以等於是說他的那個定義 就是說他把他打完了之後 他會回歸成像小陣2的等級 然後來做處理 我們來看一次 這個的話這邊是270等 所以他等於是說 他是 回歸成一個小陣2 然後我們只把他打完 就是又有一個小陣2的概念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就直接把他 速戰速決掉吧 好 所以他這邊的話又回歸成就是 5級的那個 的收益這樣子 那我們這部影片簡短的就到這邊 就是讓那個 我們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假設如果你拿到了王關之後 如果你放棄掉會變什麼樣子 那當然這是司克雷格的部分 因為我們正式服沒有意外的話 大概迷後天 很多玩家都會打司克雷格了 但是這邊最重要一點是說 我們目前先鋒服遇到的問題是 假設如果你在打的過程中 就哪怕你的輸出再怎麼高 那如果最後面 不小心被尾到掉了 那我們那個時候遇到的狀況是 尾刀掉的人 他就會拿到這座塔 那這座塔的他的收益等同於就是說 一個小陣2的收益 我們找一下 OK 就是一個小陣2這樣的收益 每小時是200 然後你再配合就是 種族的英雄這邊會提高信仰20% 然後所以兩個是一樣的 那簡短的這個算是一個 補充跟告知提醒給各位 然後我們現在那個正式服的第一天的話 我預計就是說可能我每天都會 記錄一下就是我正式服的狀況 因為我正式服的配法稍微不太一樣啦 好那就先這樣子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PonPon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